在人生的这场路途中,善意对他人,却伤害我们的人,虽然辜负了我们的善意,他也让我们学会了要给善良穿上铠甲。 每一个伤害过你的人,都是在提醒你,要好好的爱惜自己。 自私的人,总是爱在他人身上找原因,都是别人的错。 而善良的人,往往更喜欢反省自己,觉得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。 因此好人最大的敌人,不是他人,而是自己。 他人对我们的伤害只有一次,而我们的怨恨和自责却会困扰我们很久。 当你的善良被辜负的时候,这世间的良薄让你学会了不仅要对他人慈悲, 还要对自己慈悲,我们不仅要善待他人,更要善待自己,照顾好自己的情绪。 千万不要让怨恨笼罩自己的心灵,封印了自己的福报,反而让人生处处受困。 要相信因果,相信众善因必有善果,要有耐心,人生是一场长途的旅行, 我们不能只看眼前还有未来,还有漫漫的长路,还有我们的老来,还有来生,福报正在来时的路上。 如果心念被打扰,就像石块落入水中,必然引起内心的层层波澜。 当人被迷了心窍,一切纷扰就会纷至他来。 修行人大计说人长短是非,乃至一切事是非干几者。 我在对善有说法的时候也曾提到口不可说,心不可思,但口说心思,便是魅了自己。 若专练心,长思计过,哪得功夫管他家屋里是。 粉身碎骨,为心莫动,收拾自心如一尊木雕圣像坐在堂中。 终日无人亦如此,翻盖簇拥香花供养亦如此。 赞叹亦如此,毁谤亦如此。 修行人对于自己不相干的事不要去听,也不要打听,不必想知道。 古人说,知识少时,烦恼少。 识人多是是非多。 凡是对于清净心有妨碍者,都要远离。 反之心就迷了,口舌是非若起于别人。 大多时候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,如果口舌是非起于身边的至亲至爱,有时候我们将无法抵挡。 那么听信口舌之后的恶果也只能自己承受。 来看看这样一位母亲对孩子的口舌迷惑吧。 一天早上,佛陀与弟子们前往皮射离城。 途中经过离越河畔时,发现有一艘渔船捕到一条大鱼。 数百名渔民们费尽力气才将大鱼拉上来。 但是当大家看到鱼时,不禁默瞪口呆。 这条鱼身上竟然长了上百个头。 有的像鱼,有的像鱼,有的像骆驼,有的像狐,有的像狼,有的像云猴,有的像狐狸。 叫得出名字的从未见过的一英俱全。 就在众人错愕惊惊慌之时,佛陀安详地走到百头鱼身边。 询问了三次,你是家皮离吗? 鱼皆答事。 佛陀又问,当初教养你的人,现在在什么地方呢? 鱼说他已经堕入阿比地狱经受苦难。 听到百头鱼竟然会说话。 众人更加疑惑。 于是请求佛陀详解鱼的来历。 原来在家业佛时代,有一位婆罗门老来得子,起名叫加皮离。 加皮离非常聪明好学,从小到大都表现得非常出色,从不曾让父母失望。 后来年迈的婆罗门过世了,加皮离与年老的母亲一起生活。 一次母亲问加皮离,孩子啊,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人吧? 加皮离诚实地回答,不母亲,加业佛的智慧非常广大,不是我能比得上的。 任何人有疑问去请教她,都能得到满意的回答。 可是我却有许多问题答不出来,因此总是会有人嘲笑我。 对儿子寄予厚望的母亲说,那么你何不去学佛法呢?这样你就不会输给她了。 加皮离又诚实地说,母亲您不明白,一切佛法以恭敬为本,未成无上大道。 必须发功静心出家,尚求佛道下话众生,才能真正体悟佛法的深意。 听到此话,母亲有些犹豫了。 她只有这么一个儿子,怎么舍得让她出家呢? 但她又实在想让儿子成为全天下最聪明的人。 于是说道好,我就让你去出家学佛,可是我们约定在先。 一旦学成了,你就要赶快回来孝顺我。 单纯诚实的加皮离进入了僧团,开始研读佛法。 以她的聪明才智,很快就了解了经典的道理。 每隔一段时间,她的母亲就会去探望她,并满心期待地问, 孩子啊,你现在学得怎么样了?可以胜过加业佛了吧? 可是诚实的加皮离一次又一次摇头,终于有一天。 失望的母亲忍不住对儿子说, 我教你一个可以成为最聪明人的方法。 听着以后,只要有人说法胜过你, 你就用不懈的口气回骂她。 你们真是太愚痴了,没件事比猪头还不如。 这样就没有人敢再说下去, 也没人再敢讥笑你了。 你就是最聪明的人了。 诚实天真的加皮离受到母亲的诱惑。 加之,想到自己如此努力, 还是不能赶上加业佛。 心里不免急躁了起来。 从此,她真的开始用骂人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不足, 来回击别人的嘲笑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 原本纯真、诚实、善良的加皮离, 变得越来越傲慢, 越来越口恶。 她用她能想到的一切动物来骂人, 甚至用这些来侮辱圣者。 最终加皮离招感多为水族的恶果, 身上长满了百余科畜生头, 而她的母亲也下了地狱, 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。 聪明才智虽然可以带来荣耀, 但是却无法克制恶念对任性的侵蚀。 千万不要轻信那些可以使自己变得堕落的秘方。 相反要时常反省, 化度自新的迷惑。 我曾启示大众在生活中开悟自己, 在日常生活中常发现自己的过失就是开悟, 悟了才能改过自新。 自己有过失而自己不知道。 有人说我的过失, 若是修行人马上向此人恭敬鼎礼。 迷惑的人听了, 马上就发脾气。 身是假的, 心是真的。 身比做佛堂, 心比做佛像, 心不可动。 一个人独处也是如此。 在热闹场面, 心仍不动。 赞叹毁谤亦不放在心里。 心永远是定的。 心中无事就不夹杂。 静念相继就不间断。 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, 才能更深层地发现自己的优点。 佛说向自己寻宝, 你就找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藏。 每个人都是一个宝藏, 有着无穷的能量, 认同自己的能力, 开发自己的能量, 发现自己的优点。 人便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人们总是很难认清自我。 他们认为自己没本事, 所以不思进取。 一辈子发挥不出自己的优势, 也因此会被动地走过一生。 这种人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感到郁闷愤怒, 怀疑自己没有天赋走向绝望。 其实每个人都有能力, 每个人都是一个宝藏, 人们只是没有发现自己身上的优点。 失败后就失去了信心, 难以再前行。 英国的肖伯纳说, 有信心的人, 可以化渺小为伟大, 化平庸为神奇。 这句话道出了信心的重要性。 人们没有了信心就不会认同自己的能力, 不能发现自己的优点。 许多人成为伟人, 并不是天生就有着超人的智慧, 而是他们有着超越常人的自信心, 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定。 信心坚固了才能把握住机遇成就自己。 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, 才能更深层地发现自己的优点。 更好地开发自己。 一个人对自己有信心, 才能更深层地发现自己的优点。 更好地开发自己。 我曾在讲经时指点人们修行说过, 无论修何种法门, 都要信心坚固, 把得住行得深, 方能得圆满的利益。 信心坚固持咒可成, 参禅可成,念佛可成。 若信根不深, 只凭自己的微小善根, 博学智慧, 或记得几个名相, 几则功难, 便胡说乱道, 谈是论非, 只是增长夜席, 到生死关头, 依旧寻夜流转。 岂不可悲, 想用功半道, 先要一个坚固信心, 信为道元功德母。 无论做什么事, 没有信心, 是做不好的, 我们要了生托死, 尤其要一个坚固信心。 佛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得相, 只因妄想执着, 不能证得, 又说了种种法门, 来对治众生的心病, 我们就当信佛语不虚, 信众生皆可成佛, 我们平时要坚定信心, 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, 自信的认定, 才能做成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坚固信心才能更好地开发自己, 想要更好地开发自己, 我们就还要有自我鉴定的能力。 譬如说, 如果你认定自己是一个有能力, 有才华的人, 那么就会发挥出符合你认定的一切天赋。 同理, 你认定自己为窝囊废, 疯子, 那么你就会丧失信心和希望。 无论别人怎么看待我们, 我们必须在内心中明白自己的能力所在, 才能做到正确的自我认定。 人生实在是奇妙, 不管我们怎么地认定自己, 最终我们的人生必然会跟着那种认定走。 所以我们都要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自信地认定。 再跟着自己的认定走, 就会少走弯路。 说起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认定。 大家会想, 怎样做才能给自己一个正确的认定。 首先要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, 这时人们需要思考自己的脾气性格等, 带着好奇心深深地探究自己, 其次认清自己, 对自己有各方面的了解, 你才会发现自己的优势和劣势。 根据自己的优劣对自己能力就会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 在认定自己的情况下更要兼顾信心, 每个人都有无穷的能量, 我们只有正确认识了自己, 才会达到自己的目标, 完成自己想做的事情。 心地清静到极处, 远离一切妄想分别执着。 心性跟妄想没有障碍, 心性永远是清静的, 事情再繁杂也不会破坏心性的清静。 这无光实色的缤纷世界, 总是变来变去, 像繁花般迷惑人眼。 有人觉得精彩, 有人觉得无奈, 有人追逐着起起伏伏的潮头, 心也随之高高低低的颠簸, 体味着其中的酸甜苦辣, 感受着患得患失的一惊一乍。 在这样的世界里, 人们总是为一些琐碎的繁杂事情分心, 无法保持清醒和冷静。 如我曾说, 大地一切众生, 从无量劫来, 弥伦生死苦海, 投出头末轮转不已, 迷惑颠倒背绝合尘, 犹如金金投入粪坑, 不为不得受用, 而且染污不堪, 佛以大慈悲, 不得已说出八万四千法门, 用来对治贪, 撑, 吃, 败等八万四千习气毛病, 犹如金染上了各种污垢, 乃教你用铲, 用刷, 用水, 用不等来洗涮琢磨一样, 就是因为人们总是有各种欲望, 使得自己不能跳出繁杂琐事, 在欲望里翻滚来翻滚去, 久久不能自拔, 人们才会沦陷在烦恼里, 比如说钱财, 世人总以有财为乐, 无财为苦, 无财享有财, 少财享多财, 有了白银又享黄金, 不会知足的, 即为自己打算, 也为子孙打算, 一生辛苦都为钱忙, 不知有钱难买子孙贤, 无偿一道分文都带不去, 极少能把钱财看穿的, 三界轮回银为本, 六道往返爱为机, 可见有银就有生死, 断银就断生死了, 要在四威仪中, 以戒定会三学, 除贪嗔吃三毒, 收射六根如牧牛一样, 不许他犯人苗价, 美女在前, 俗人的看法, 是前面一枝花, 修缠人的看法是, 迷魂鬼子就是他, 眼能如是不被色尘所转, 其余五根都能不被沉转, 香不垂涎, 臭不恶心, 什么眉毛长, 牙齿短, 张三理四, 人我是非都不管, 我们每天的忙碌, 都是为了这些需求和欲望, 从而使自己的内心得不到清净, 在事情面前心生杂念, 不能理智地思考, 我们必须要六根清净, 内心清澈透明, 才能复视一切繁杂所事, 大师教化说, 水清见天, 心清就见星天, 六根是眼耳鼻舌深意, 和色生相畏触发打交道, 遍布清净就没有道了, 要使六根清净必须退步, 退步是和楞严经所说的一样, 沉寂不圆根无所偶, 反流权一六用不行, 十方国土较然清净, 这就是退步原来是向前, 若退得急就进得快, 不动是不成的, 根不圆沉, 急眼不被色转, 耳不被生转等, 做得主才不被转, 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, 古山维林道配禅师, 经究华言, 以清凉书抄和礼长者论, 文字浩凡, 不便出学, 乃从书论中转其要者, 另极成书, 由于专心致志, 不起分别念故, 有一次试者送点心来, 知验测, 师把墨做点心吃了也不知, 试者在志, 见试纯黑, 而典性游在岸上, 这就是心无分别, 使而不知其味, 能不起分别心, 无心任运就不生烦恼, 心若分别集成渐沉, 就有烦恼, 就被苦乐境界转了, 这种内心清净, 心无外物的专一,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, 吃了墨汁比吃了烦恼要好上百倍, 面对繁杂的琐事, 我们应该怎样保持内心的清净, 虚云大师指点, 自信本是佛不要忘求, 只把贪嗔吃习气除掉, 自见本性清净, 随缘自在, 犹如麦子一样, 把它磨成粉厚就千变万化, 可以做酱, 做面, 做包, 做脚, 做麻花, 做油条, 种种样式由你造作, 若知是麦, 就不被包, 脚, 油条等现象所转, 磨磨, 馒头, 二明一时, 不要到北方认不得馒头, 到南方认不得嬷嬷, 说来说去还是把习气扫清, 就能降伏其心, 行住坐卧动静闲忙, 不生心动念, 就是降伏其心, 认的是卖面, 一切处无非面脉, 就离到不远了, 不要怕妄想, 以不要费力去降伏它, 你只要认得妄想, 不执着它, 不随逐它, 也不要派遣它, 止不相续, 则妄想自离, 所谓妄起即绝, 绝即妄离, 若能利用妄想做功夫, 看此妄想从何处起, 妄想无性当体立空, 即负我本无的心性, 古来祖世作为, 如何直截了当, 无非都是叫人断除妄想, 现在你我出家, 行脚参学, 都是因为生死未了, 就要生大惭愧发大勇猛心, 不随妄想习气境界传, 假使热铁轮, 于我顶上悬, 终不宜此苦, 退失菩提心, 菩提即绝, 绝即是道, 道极妙心, 当之此心本来具足圆满, 无梢欠缺, 今须向自信中求, 要自己肯发心, 如自己不发心, 就是世家如来再出事, 恐怕也不奈拟合, 在二六时中, 莫分行, 住, 坐, 卧, 动静, 一向本字如如, 妄想不生, 何患生死不了, 若不如此总是忙忙碌碌, 从朝至暮, 从生到死, 空过光阴, 虽说, 修行一事, 终是劳而无功, 腊月三十日到来, 临可绝境, 措手不及, 悔之晚矣, 我说的虽是尘言, 但望大家各自用心体会这尘言吧, 只有把欲望踩在脚底下, 跳出一切繁杂所示, 不会因为这些带不来也带不走的东西而失去理智, 才能把握住自己, 而不允访准就想交胎, 我说明镜 itu是由于水迹, 你贸看一个脸, 我们也有为了解冒,